我演的喜剧 怎么样 好 等我看空了 那什么 你下戏了是吧 辛苦了 没吃饭的吧 没呢 就是饭老好了 有卤蛋呢 开饭了 抓紧时间吃啊 我下去了啊 两盒两盒 那什么我吃完了 剩下那盒你也吃了吧 不吃也喂狗了啊 不是 那个不吃也浪费了 那么辛苦 赚时间吃饭啊 我下去了啊 好好好 这么好吃的饭 怎么能喂狗呢 我吃 嗯 这个把这个现场没有那个场子都关了啊 这个把这个现场没有那个场子都关了啊 蛋呢 蛋呢 看完 你吃个蛋呢 看完 你吃个蛋呢 我看完 你这满脂肪一黄的 你是啥的 你是啊 啊 我说我说这饭上这俩大坑长的 这两坑 你找死鸭子 找死鸭子 我先喝口水来 少鸭子对你编吧 等着 咋会扁 哎呀导演 导演 今儿饭太棒了 尤其是那卤蛋 卤蛋 卤蛋呢 不知道啊 你还不知道呢 全聚第二个蛋呢 没见着啊 别拔下 当时第二只有两盒饭 一盒一个蛋 导演 对呀一盒 怎么着啊 我说你满嘴臭鸡蛋味 你说没看着蛋 哎呦我的妈 我都玩着了 不问你 不就一个蛋吗 给你买一个 回来 这是蛋的问题吗 这是人品的问题呀 你知道外面怎么传 防狼 防鼠 防剧组 你这是偷窃行为呀 你欺扯多少人 首先是我们胡带 然后是惠饼 然后是我们大导演 然后是你爹 主要是你干爹呀 你干爹名声扫地 你以后你让他在商界怎么混 在娱乐界怎么混 在文化圈怎么混 他投资还谁要 白头都没人要啊 他一无所有坐吃山空啊 他可怜兮兮严接乞讨啊 你的哑义生涯 就此结束 你 无路可走 偷远呐 给我这条明路吧 我的路到底在哪儿啊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内嘎的 白白 无数 姐 不要叫我 你个盗窃犯 盗 别喊我 他给偷了我的龙蛋 姐 不要叫我 我不甩掉了 谁让我是个女人呢 来起来 我问你啊 谁介绍你来的 我干爹啊 干啥的 制片人 那就好办了 抓紧时间打电话 一人夹个蛋呢 能搞定吗 能 抓紧时间 喂 干爹啊 剧组吃不饱 能不能 在美和外里夹个蛋呢 行啊 太好了干爹 我干爹同意了 搞定了是吗 是 等我好消息 导演 这剧组怎么办 减散吧 差不多得了导演 搞定了 那个 搞定了 来 你的意思 咱们以后合法里每一个蛋呗 是 要这么整 这个剧组你还能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是吧 不能说 那玩能说吗 你也不能说 我都不能说 好 来来来 哎呀 噓 秘密 秘密 不行啊 信仰你不错啊 哎呀导演 我妈就说我是个天才 你妈才是天才的 哎呀 哎呀对了导演啊 那个什么 我还给你留个蛋呢 就你心疼我 嗯 导演呢 那边有人找你了 哎我导演呢 导演 导演 哎呀 哎呀 打成 鲁蛋 哎呀 这个剧组好玩啊 啊 马超演的好像是一个傻蛋一样啊 是是是 被这个导演和一个女演员啊 给骗了 我特别愿意看那个张瑞雪和曲晋光 他们俩在台上那种 那个经典的台词就是 我妈就说我是个天才 你妈才是天才